一读手册 一读手册的好处呢在于说 我觉得他们可以一边看着一读手册 那同时呢我手上也有一读手册的话 就可以变得说 那我们现在同时看着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书以及同样的景色 然后对照着眼前的景物 他们就立刻知道说 这个手册上面说的东西就是眼前的这个 那同时我再搭配这样讲 他们就可以更加的容易吸收理解 一读手册我觉得也很不错 就是说它很浅显 但是当我们导览志工拿到这个一读手册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消化每位志工都一样 会消化用什么样自己身边的故事 或者是说几样的故事去讲解它 那这样子他们可能会觉得有趣 谢谢 这就是火车 然后这里有轨棒 有看到吗 有 这个吗 这个是不是有火车 只能讲日文哦 他们是只能讲日文的 异读本上会文字比较少 凸比较多 就是可以一眼就看得懂 就算是小朋友好了 他们中文不太好 但他们可以看那些图说 哦原来我要用耳朵去听 哦我要用眼睛看什么 那他们可以使用异读手册看到说 哦这里原来有一个这个装置 然后我们是可以做体验的 他们会更加了解说 哦我们这场馆用什么样子的设备 然后跟什么样子的互动装置 他们可以很轻松的去辨别 两层的 两层的 三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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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这个骨片的话 比较好看啊 比较好看啊 比较好看 如果没有益督管的话 就知道 位置 他的老师讲解的 位置在哪边 然后就是还要早 如果你有这本益督管的话 可以翻到 他的页 第几页 然后在哪里 然后老师 导览老师会带你过去 这里啊叫做梅庭 梅是梅花的梅 庭院的庭 所以啊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呢 也就是我们梅庭的建筑物 就是我觉得是有刻板印象吧 可能会觉得他们可能很多事情都不懂的 他们对这里一定会没什么感觉吧 但其实这几天实际结束上下来 其实很多志青他所认知的事情 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还好多 甚至是有些志青他真的很喜欢这里 或是导览员跟他的互动他很喜欢 他会表现的比较热情 也会比较积极的去回答每一个问题 以前可能会觉得他们会 可能比较没办法专注在某件事上 但像今天那个导览就算是 就讲比较浅然意中 而且比较有互动性 那就可以看到他们其实 就也是会专注在京老师导览上面 那这次刚好借着这样的机会 就是去跟他们互动之后 会觉得他们蛮可爱 就是讲话很直白 然后就是很直接的说出一些 我们可能会觉得他有点没礼貌 可是我们也这么想着一些事情 就是我在支持志青们 在跟着一起制作 这个印度本的过程当中 其实团队会蛮用心的 就是一次一次的跟我们讨论说 这个内容青年他们 有没有办法理解 然后我们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实地带青年走过每一间館所 去观察他们对于館所的哪个部分 最有兴趣 在从一开始参与 台北市文化局的 易读的制作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就是看到 台北市文化馆所 从无道友 就是易读的导览 从无道友的一个过程 就会觉得这么多年 这样大家一起努力过来 还蛮感动的 然后其实团队这边也制作 很多很精美的这个易读手册 那我觉得可以更多多的推广 让更多性质障碍者 或者是有需要的人 可以知道说 其实台北市有这么多文化馆所 都有易读手册了 那既然有这么棒的易读手册 就应该要好好的推广出去 让大家知道 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 无障碍其实是针对身障人士 可我们都忘记了 还有心智障碍者 所以对于易读而言 我们其实很希望能够做到的是 它可以让讯息 让这些很多很多的知识的内容 遇交于乐的内容 都可以融入在 我们各个生活中的文化馆所 易读真的很有兴趣的 不只是这个至亲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 亲子老人家甚至新住民 其实他们也会很需要 像这样的一个资讯 所以我们在谈文化民权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盘 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知识变得更简单 让更多人都可以进来 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我们从107年开始 就推动了易读手册子 那推展到今年即将会有 23个观所的易读手册 然后会完成 那我们很期待 透过北雷基陶 文化民权的一个工作 这个版图可以直接扩展到 往台湾更多的地方 那这样的工作 我们还会持续的下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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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